走路 哈囉!大家好 好久沒有做這個不太專業 VLOG 這個系列 前一陣子一直在跑廟會的影片 因為明天是龍利的 5月13日 然後我家關生地訓拜龍利5月13日 大家應該也蠻好奇 關生地訓生日不是龍利的 6月24日嗎 其實好像蠻多人也是拜五月十三 從我知道我家的帝君以來 我們都是拜榮麗五月十三 詳細其實我是不太清楚 不過很多廟也是在拜五月十三 像是還蠻有名的就是 四湖寶藏湖寶安宮 寶安宮他們的觀聖帝君也是拜五月十三 還有一個噴港水仙宮 噴港水仙宮的觀聖帝君聖誕也是拜五月十三的 所以有沒有正確的答案其實沒人知道 ROMINI來講五月十三是關堂 然後6月24才是觀聖帝君 不過就以前拜五月十三我們都拜五月十三 前面講太多了 好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要來辦一場 觀聖帝君的壽宴 然後也是沒有說很專業的壽宴 所以我們今天的標題就是 一趟佳樂福來完成一場神明的壽宴 是不是再不專業了一點 好我們現在去佳樂福 好我們已經過完佳樂福了 在裡面其實不太方便做攝影 尊重賣場規定 然後我們已經過完佳樂福 買完這些這些各種餅乾 我們要湊二十道點心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必須正重跟大家講 我們這一次佳樂福 一趟佳樂福要辦一場神明 所以去告一辦 不可能 我就說不可能 這個 你光是要湊齊十二菜完 它裡面的乾貨其實 沒有那麼齊全 然後 單價也都蠻高的 就是小小一包都兩三百 一兩百兩三百這樣 然後湊齊十二到現在不知道花幾千塊 還有就是三生 三星這個部分也是 不太容易處理 因為我覺得好像太晚來了 烤雞賣光了 然後烤魚也沒有很漂亮 再來就是那個 三盞的部分 其實也沒有很好看啊 坦白說 然後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是得去傳統市場拍 好 失敗 這麼快就失敗 剛拍而已 好 這是傳統雜貨店 像這種乾糧 就只要找這種傳統雜貨店 才會好買啊 香菇 乾糧 應有盡有 好這樣一趟雜貨店下來 我們只花了三百塊 我就湊齊了十樣 那個十二菜碗中的 其中十樣 然後剩下兩樣 明天可能要去菜市場找 OK 早知道 就早點來 傳統的這種 雜貨店 這家裡服 可能要花好幾千塊 好 快點 拿到雜貨店 快點 快點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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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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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大家事上排好啦 沒有很專業啦 請大家專業的人士編小力一點 小弟只是自己在家裡自己擺這樣子 我們三星還在趕工啦 有虎也在 雞蛋是一定要的啊 其中一樣就改成雞蛋 好啦 我們三星也做好了 我們要開始來祭拜啦 大家介紹這個是 茶水 我們就放檀香 放一塊檀香進去 然後就檀香水 還有三針海味 還有二十道甜心 沒有重複喔 每一道都不一樣 沒有重複二十道 那就找梨菜的話 由於比較難湊到 比較正統的六甘六絲 所以我們就大致上抓的 十二道菜碗這樣子 三種水果 然後我的雞蛋 三星菇類 香火泡足 香精泡足 好 以上 公祝菜家冠聖帝君聖誕千秋 好啦 休閒完 再來棒棒棒 我們可以圓滿喔 好呀 吐災泡 好 自己在自己家放鞭炮 要注意一點安全 我會不會拿一個水桶來 就是讓這個炮局 依然在這個水桶裡面就好了 不然會到處試射 不怕危險 哈哈 我覺得他有點刺激耶 我還是要掃地啊 好 圓滿 好 圓滿結束 整個擺這個點心宴 大概花了多少錢 大概只花了我兩千多塊 兩千多塊而已 當然不算這些道具啦 道具是一開始 好幾年已經就買好了